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你站在景山万春亭还是五门外 故宫的大都肉眼可见 虽然宫里没有传说中的9999间半房子 但实际拥有8707间房子的故宫 还是占据了90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大明宫 展体面积3.2万平方公里 大明宫被称为千宫之宫 这里是圣唐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 它的三大殿制度和中轴线对称布局 也成为了后世宫殿建设参照的基本准则 又大又端正的大明宫 面积足有故宫的4.5倍 横向对比 方言世界 也相当于3个法尔赛宫 12个克里姆民宫 13个卢浮宫和14个白金汉宫 大明宫足够大 也足够震撼 然而在当时的唐朝却还有一座堪称大明宫 全面加强版的宫殿 紫威城 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 东都洛阳与长安城并称东西亮经 这里有一座比大明宫还要霸气的皇家宫殿 紫威城 与夯土工城的大明宫相比 紫威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薄砖皇城 光正门 映天门 东西长度就足有137米 今天 当我们从电影或复原土中俯瞰紫威城时 经常能看到城内两座高耸入云的高大建筑 它们就是城中主殿名堂和佛教建筑天堂 作为主殿 近百米高的名堂 每层皆重严 佛教巨塔天堂 更是至三级所俯视明堂 4.2万平方米的总面积 加上天堂 明堂这种齿诗建筑的家室 当你穿越到圣堂 身处紫威城中时 一定会惊叹这里的奢华与辉弘 要远比电影中呈现的更为震撼 卫阳宫 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 天子以四海为家 非壮丽无以重威 这是西汉民向萧和 向刘邦解释 为何要把魏阳宫建造得如此宏伟壮丽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不建造一个让百姓仰望的宫殿 可以展现皇帝的权威呢 只是这魏阳宫建的未免有些过于高调 前殿的夯土台阶都比之后建成的长城城墙高 更不要说5万平方米的占面积了 由于面积过大 魏阳宫几乎占据了整个汉长安城 当时的长安城 除了魏阳宫和其他皇宫贵族的豪宅 存放武器的武库以及商业区 绝大部分老百姓只能居住在城外 守之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建筑材料 魏阳宫内虽然没有紫威城中 明堂 天堂这样的巨型建筑 但面积超大的建筑群 依然让它成为中国古代史上 响当当的超级宫殿 作为营建总指挥 萧和希望魏阳宫永远无法被后人超越 为啥缺口不提前人 因为前朝有一座真正无法被超越的宫殿 咸阳宫 说到秦朝宫殿 俄旁宫似乎名气更大 其实我们都被杜母忽悠了 真正的俄旁宫 其实连一座烂尾楼都算不上 唯一能代表秦宫的只有咸阳宫 咸阳宫有多大 史记告诉我们 小羽灭秦时 烧秦宫是火三月不灭 司马迁没有夸张 在秦始皇统一全国的过程中 每消灭一国 都要在咸阳坊建该国宫殿 一来二去 不断扩建的咸阳宫越来越大 到最后光各类宫殿就有270座之多 由于唐墨军阀混战 咸阳宫随着长安城的大规模破坏 而最终完全毁灭 广义上的咸阳宫有多大 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但汉长面积比维阳宫略大的常乐宫 就是用咸阳宫残留的离宫修建而成 就足以说明咸阳宫的面积之大 就是用咸阳宫的面积 不要乱的尽量 也不用咸阳宫